選戰現在進到了倒數階段 尤其在桃園這邊 真的是競爭非常激烈 所以候選人們最近都在忙什麼 他們現在就到了中立 來搶攻客家票 我們來看一下藍營 張善政他是到了中立的會堂 而且也跟這個立委 還有議長來大合體 很多人就說 他該不是選戰告急了 所以才趕快拉抬 這些立委還有議長 而且議長也要擔任 他的進總的幹部 不過張善政就說了 其實這個跟民調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們本來就非常團結 而且他也說了 他有決心要繼續走下去 那我們來看一下綠營 鄭文燦他同樣繼續帶著 鄭運鵬到這個人海公來參拜 可以看到其實現場 也是非常多的支持者 而且鄭文燦也說了 其實鄭運鵬 鄭運鵬就是受版的鄭市長 而且他也有信心 鄭運鵬可以延續他的桃園新政2.0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最新的TVBS民調中線民調 就可以看到 其實張善政是增加了6% 鄭運鵬比起之前林志堅是少了8% 但是還是有非常多人 尚未做出決定 目前看起來是張善政暫時領先的 鄭運鵬就說了 其實他最近才剛剛投入選戰 而且民調數字當然是會有差距 是很正常的 而且看到沒有做決定的非常多 不過張善政對此就說了 會來繼續努力 而且一定會站到最後為止 掌握全球情緒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max 裾名 You